這個側筆的毛筆呢 你們一樣要懂一點就是 把毛筆先用180度先打成一字形的起子 像一字形的起子這樣子 好,看得到喔 這是一個最先決的條件 然後呢,做45度角 從左上到右下做45度角 把筆呢抬起來 用哪裡抬呢? 用無名指 無名指把筆桿呢整個往筆端的上面往上抬 把它踢上去 踢上去之後拍打下來 我們就寫這個橫畫這個筆畫 拍打下來的時候這個筆尖呢 剛好45度少成非常銳利 可是呢又很整齊的一個筆畫 這個時候其實毛筆打開一點點 再把它頂著 再把毛筆呢從這個面 翻到這個面來 翻到這個面來 翻過來之後大家很輕易的就完成了一個斜筆的這個動作 再把筆往右邊輕輕的帶 要鬆一點 讓它能夠提肩 然後這時候筆桿呢保持正中間 到過後段之後把筆桿輕輕的往左抬 這樣子呢就形成推的感覺 看喔,開始在動喔 到最後端的時候已經推出去了 然後跪著再起來 就是橫畫 就是橫畫 相當的簡單 它力量也很強 這是滑的這一面的毛邊角 一樣可以看到它的力量 這個是一個 如果你要讓後面 筆畫呢更清楚的出去 老師呢建議是做兩筆 觸到細一筆 我再上頭 一樣把它比 用無名指把它推上去 拍檔下來 鋪開來之後呢出到細 這樣一個 就類似這個石頭的石的上面這一筆 好 另外呢從細到粗 向上 這個細到粗 然後做推的一筆 你們可以做這三筆的練習 頂著 不要怕它痛 不要怕它死 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這三筆呢 就希望你們今天練練看 然後 未來讓你們都練習得比較順利 老師選五個字 五個字跟橫畫有關的 我們把它寫上去 應該會碰到有粗細粗 可是還有一種這種樣子的練習 哪裡啊 石頭的右邊 石頭的右邊 這裡嗎 有的缺口 這個就是這一筆 出到細啊 沒有沒有沒有 後面它 那個是刀子切的 我們已經講過了嘛 所有的毛筆字 基本上呢在未進的時候 因為它有大量的厚葬的制度 它的書寫的師父 有的是很資深的 也許剛學了幾天 他就要上陣了 那 雕刻的師父也不夠用 有些是這個文明 百里的這個大將 有的是呢 出出茅廬的 他怎麼刻他也搞不清楚 看老師這樣刻 這個刻得不好 老師很爛 我刻我的 就隨便就刻了 本來那次都改掉了 這都可能 所以我們目前發現這個杯呢 保留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的比例 至少還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刻 刀刻的樣子 有時候你要想一想 如果說這個筆觸可以這樣子 其實也差不多了 你要硬要去切 那可能就要做的 就是要另外再做出去 這樣 第二筆 不一定要第二筆 你在書寫的時候 可以一邊移動一邊做 但那樣子稍微會 多了一點點的不自然 但沒有關係 這尊提得很好 這其實應該還是大家關心的現象 我剛剛也是 如果假設我要書寫的是這個橫畫 其實它也有 但這個沒有 這個有 那麼我是不是也要再往後切呢 我剛剛眼睛看到這個 所以我就書寫這樣子 如果我看到這個呢 我可能會切得很利 所以沒有關係 那這個都可以 這個就是 這應該入筆 入筆沒問題 入筆會比較尖沒問題 這裡其實也不太尖 應該是直接切筆 入筆我們到時候會再教 今天先給各位 以從橫畫為主 就選橫畫的比較長的 來做練習 可能包括這個上 可以吧 石頭的石 可以吧 秋 好 我們先把它挑出來 上就是利用這一筆 噢 鋪過去 接下來 提系 測按 按一次 這時候你就可以 看你要不要推 你要往外推 也可以再按一次 其實也不算做 也OK的 好 再來 是 下也可以了 不也可以 這個都是以橫畫為主的 下好了 下 再測退一次 老師剛剛沒有沾墨 直接可以把剛剛的墨量 直接用完 好這個就蠻力了 我們先把右上方頂一下 再往右下方衝一次 一樣可以嗎 效果一樣 用這個側切 這個要力量很強 越壓越重 從這裡呢 再輕輕 這個小缺口 再頓一下往下 好 這個三角點呢 再彈起來 比較深的 再彈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壓得很低 這是側皮的味道就可以 再來是 剛剛說秋 秋也不錯 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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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們還沒有講到撇 撇其實比較難 撇按下去的同時呢 這要把筆做 逆時針或順時針的腳筆 使它後面這裡能夠比較尖一點 這是老師的經驗 這樣它就比較容易尖 再把筆呢 往上提 再側切 這個從細到處 看起來 出到細 對不起 看比較遠 出到細 好 再細到處側推 抬筆起來 再一次往左 再次往左 側皮 再次往左 側皮 大概推到這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讓它更尖 往後再衝刺一下下 就可以了 尖度應該沒問題 好 學 功功功功功功 打下面一次 这个啊 都侧退的 这个是上次我们练习的这个 三角点 刚好今天用到 你看这笔都很斜的 转按次笔 侧切刹下来 刹下之后笔杆开始往外拐 笔杆千万不要直 因为你只要一斜侧 这个毛笔会按压得很重 在这个同时呢 把笔做这个勾的三角形 这个是勾的三角形 就是我们上次练习的那个三角形 只依一个角度 刚刚是这个角度 现在是这个角度 好 再来呢 是最后面 我们假设它要出去的时候 不是太长 通过到这里 给它做个呼应 就可以了 还要你们在写的时候 最后最好 像老师一样 一个是浓墨 一个是可以调水的 所以最好 带 这个酱油跟醋 两格的叠子 一个装墨 一个可以调 最好 我是建议是三格 不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不用到这么大格 这种比较横向的 酱油 醋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葱花之类的 那两格 三格比较好 因为你可能一格装水嘛 一个装墨汁 然后一个一个来调 效果最好 还有什么字 石头的石 还是雪 石头的石 没有啊 上字写多少 对啊 那个写那个就是 那个大字的时候 哦 好啊好啊 那我们再选 看你们 看你们比较想哪一个 没有寫十 没有写十 这样 冰宫向异区 哦 冰吗 哦 看错 那三呢 写三 可以吗 写三好 老师把它改一下 上半段呢 出到细 中间的细到粗 再来粗细更粗 把它改一下 让它有点 配合这个练习 这样你们练习量 会比较减少一点 那就可以专注 重复多一点 有點粗到細 再來呢 細到粗 再拉下來 拍打 粗到細 後面要更粗了 離開要往左 你看 按壓得更強 變形也不要怕 這樣 所以多一塊也沒關係 就表示你的運筆的軌跡 越不做 做得越自然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練習的時候呢 就專注在大概四個字 三個筆劃 四個字 好不好 拜託 然後 待會兒如果還有時間呢 老師 請教練